高中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初恋 那时候的我们都显得青涩单纯 每天班主任盯着严厉打击早恋行为 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下班窒息 以后他送我回家 那时候真是觉得走的路怎么那么短啊 再长一些该多好啊 转眼间高中毕业都考大学了 我们去了两个不同的城市 刚开始电话联系的还比较多 后来慢慢的就变少了 理由是他的特别多了 可是我知道那是骗人的 再后来他就说了分手 原因是有另外一个女孩子 对他特别好 那个女孩也特别好 他不忍心伤害他 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再和他联系 后来听朋友说 喜欢他的那个女孩 也是我们以前高中一个班级的女生 本以为我和他就这样 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可是他会在我生日的时候 给我寄来礼物 发来短信 天气凉的时候让我多穿点衣服 小心感冒 我的短信自己有一个滚之 可是我的心里难过是了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后来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他和那个女孩不合适 还想和我在一起 我没有理会他 可是我的心底还是行动了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联系着 有时候我还是会操他发脾气 他还是会疯我 但是我们都没明说 彼此到底是对方什么人 后来才明白 也许这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爱慰吧 寒假的时候 高中时候的班长在群里说要组织一个聚会 大家想来的都报名一下 他发来短信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没意识 还有就是不想见到摩西人 他说去吧 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挺想念的 我还硬急的说了句 说我不去就不会去的 聚会日的前一天晚上 他给我发短信 有时间出来坐坐吗 我在你家巷的门口等你 不去 两个只划过去了 我喝多了 他划过来 没办法 我出去了 天气有点冷 我跟他说 你赶紧找个地方睡觉吧 他说 你把我送到我订好的宾馆吧 把他坐上去以后 我打算离开 他说咱们聊聊吧 然后说些有的没的 他突然靠近我 我说你干嘛 他说你怕了 我恩恨了聊下 怎么可能 他把我推倒在床上 我刚要起身骂他 神经病啊 喝多了就这样 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的头就震到我的胳膊上 让我躺一会 一会就好 后来他说他酒醒了 然后把我送回了家 第二天 我满心话喜的去参加聚会了 看到好久没见的几个 以前住在一块的人 高兴坏了 可是总是心不在焉 偶尔偷偷看着周围 他怎么没有来呢 过一会他出现了 身边还多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人 他好朋友以前的女朋友 也是我们班的 难道这就是那个对他很好 他不想伤害的女孩子 我撒眼了 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的聚会 我是怎么参加到最后的 我脑子里算是前一天的晚上 他喝醉酒来找我的画面 整个人的脑子都蒙掉了 同学聚会结束之后 我给他划了一条短信 别再聚会了 别再聚会了